在台湾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号表示 国民党要想合作就来比民调 否则就是并吞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是回应 国民党没有要并吞 合作最重要是要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 台湾2024大选 国民党和民众党是否合作备受瞩目 民众党喊出双方参选人柯文哲侯友宜 互比民调方案 但国民党内认为 不能单凭民调就决定人选 忽略蓝营地方与基层实力 柯文哲一号二度访美 出发前再次喊话 要在野党合作就比民调 输的就退选 对此国民党没有正面接招 党主席朱立伦强调 不要因为在野党分裂 让民进党再次胜选 是要合作没有要并吞 那合作最重要是建构在共同的理念之上 我们跟柯主席之间有这样子一个建立 共同的理念 不让民进党因为在野的分裂 或在野的不合作 就造成民进党等于是因此获利 因此胜选 另外台湾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在侯友宜 赖清德 柯文哲三方角逐的情况下 侯友宜的支持率为23.5% 柯文哲仅为19% 罕见的掉到20%以下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